哈啰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战国论组的这个podcast 那今天的话又回到了剩下两个人 一上走我们尝试四个人 只有那个网线 我只能讲是一个很灾难性的一个路子 不过这一期要回到剩下两个人 就是我这一个教野亚洲红魔的频道组 还有这一个Ashley ABT主坛的这一个频道的直播组 Ashley跟大家打一声招呼吧 哈啰 大家好 我是ABT主坛的直播组 ABT主坛 你要说你是Ashley啊 难道你要人叫我叫ABT主坛 ABT主坛吗 哈啰 叫我ABT就好啊 如果之前好像有上过我节目的那一嘉宾也是讲 我都不懂要叫你什么 我就讲 呃 你看你要叫我ABT也可以 你要叫我Ashley也可以 你要叫我大威也可以 叫你主坛可以吗 哈啰 呃 可以啊 如果你想要也可以 哈啰 那么今天的话 因为我们是在这一个呃 周三的时候 马来西亚时间周三的时候录制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Champions League 只替了前面两场啦 今天往上的话会是这一个 呃 Atletico Magic 对上Manchester City 还有另外一场就是这一个 呃 Liverpool 对上 Benfica 比赛了啦 不过我们应该就是 来不及时讲那两场比赛 不过我们也有时间讲的 反倒是今天早上刚刚结束了 那两场非常之经典的这一个 呃 UCL的quater final second leg的比赛啦 西加双凶杀入到了这一个欧冠的四枪里面 我们先从 Magic 跟这个 Chelsea 这一场开始讲起吧 Ashley 你对于这场比赛有什么样的看法吗 哇 这场比赛 哇 我觉得 Chelsea 的start 很好耶 Chelsea 开始的是打到很好 而且是在客场 是在那个 Bernanbao 打到这样子 3比0领先 我觉得真的是很很厉害了吧 其实结果 Modric 的那个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传球 那个我觉得也没有办法来讲多少 然后最后的时候又是 Benzema 又是 Benzema去打碎了这辆车 这样子觉得有一点可惜啦 老实讲 Chelsea 的这个 performance 如果他们在第一轮的时候有一半都好啊 这一场比赛肯定是 Chelsea 会赢的 但是没有办法 黄马 我觉得黄马的很多那种 moment 很多那种时刻来得太快了 然后来得很准 来得正是时候 所以就这样5比4打败了 Chelsea 进入了这个半决赛 Overall 两个leg啊 就是两回这样打下的话 我个人觉得是一个正确的这个成价 尤其是这一场比赛的话 很多人讲 哇 Chelsea领先3比0 然后基本上是有机会淘汰掉黄马的 只是很可惜的是 这个3比0的优势 中比分4比3的 这个领先也是只维持了5分钟 然后这一个 Modric就传出了一个实施级的这个助攻啦 不过就这一场比赛来讲的话 其实 Chelsea的这一个第二颗进球 Rudiger的那一个角球的这个投球的话 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 极具争议的啦 因为从回放显示的话就是 Chelsea的拱门的时候 黄马的后卫是完全没有碰到那一颗球的 那个球照理来讲应该是一个球门球啦 所以 我觉得 这就问Ashley啦 你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的话 VR是不是应该要介入啊 因为毕竟VR消后有介入到Alonso的这个手球的世界上面嘛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奇怪耶 好像 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借外球VR好像根本都没有介入了 就 如果我们拿回 等一下可能我们要讲的那个Liverpool对Manchester City 有一球也是沙拉的打门 很明显是打到了那个 球员的腿 然后彈出去 然后照理来讲是Liverpool的一个脚球 可是当时候VR在check的是有没有handball 然后我就 诶 为什么是这样子 为什么好像没有去check这种借外球 所以这一次如果没有check的话 我自己是不会很意外啊 因为感觉上 他们对于这种借外球好像没有想要用VR来去看 我不知道 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如果你要用VR 你要用在足球场上的每一项规则 借外球这种东西你也是要去看 对啊 之前他们就是讲VR是不会用来去判定 说是不是这一个脚球 是不是一个界外球这种set piece的东西 不过我想的东西就是对 你是可以说不去查这里 可是万一你就是因为漏给了这个 然后今天这样子的情况出现的 Rudiga打进了进球的话 你是不是应该要就是回去看说 这个到底是不是一个合法的进球 还是说你就真是觉得说 你拿到的脚球是一个face of play 然后脚球本身又是一个新的face of play 就是一个完全新的环节 所以这两个东西是完全没有关联的 可是我们今天就看到啊 你可以硬硬是讲 乔西拿到这个脚球 不应该是脚球的脚球 跟他们开球的脚球 是两个不同的这一个环节 可是问题就是这两个环节 串联在一起就造成了Rudiga的进球啊 如果今天Rudiga因为这一颗进球 然后这一个小后 Timo Werner打进了这个进球3比0 完场的话 黄马不就是原始啊吗 你引进VAR的技术 不就是为了要避免这些情况的发生吗 所以我才会觉得说 有时候即使你可以讲 VAR的这个发明不是来去判断 是不是定位球 是不是一个脚球 是不是一个界外球 可是如果这样子的情况出现 进球的话 我是觉得说 VAR应该照理来讲 还是应该要回去去检讨一下说 这个进球到底是不是合法 是不是合理的吧 对我觉得很灰色地带啊讲真的 就好像你刚才讲的 Face of Play已经完了 你照理来讲on paper 他真的是没有关联了 但是现在这个意外就是发生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 可能VAR不要再去想 但是也能理解他们讲 可能你没有去判这些外球啊什么 不然你真的会浪费很多时间 所以我觉得是有道理啊 但是一直就处于在这个灰色地带里面 对啊这一场比赛的话 我们当然是除了讲这个 超系的这个逆风翻盘功亏一篑啊 我们当然还是要去 呃赞扬一下他们的这个 拼搏的心啦 因为哇我真的只能讲 曼联的球员 如果有超系这样子一半的这个 努力的话即使出局了还是 真的是配了其他四个字 一个很overrated的四个字 衰败有荣啊 很多人就讲哎呀什么衰败有荣 输的就是输的 可是这场比赛 超系绝对是可以抬头挺胸走出去的吧 是而且这场比赛 你看了那个首发阵容 你会觉得 哇这个很冒险哦 Rubin Loftuschik 你放Timo Werner这些 对就是在周中的时候 那一场对Servantum 突然间有一点点状态的球员 突然间去打这个 这个黄马这样 哇我觉得Tucco这里真的很勇敢 而且事实证明是周效的 Timo Werner有拿到进球 然后Rubin Loftuschik 本场比赛的这个表现也是相当的不错的 算是把那个右侧那边其实cover到很完美 然后给Rich James去好好的去跟Vinitius Junior做个对抗 哇我觉得真的是 像你刚才讲的啦 很overrated的四个字 送给乔西而已啦 没有办法 对啊这场比赛的话就是真的更多还是看到 哇Tucco真的是一个战术天才 他就是真的是很信仰他的战术 然后他在战术上愿意做的尝试更多变形啊 相反的Ancelotti这以后我就真的只是觉得 哇我不得不赞同你前几期讲的这个Ancelotti 就是vibe only 哇我看那个James Lawrence Alcott的那个频道 他就讲黄马就是一个tree man team 就是Modric Benzema跟Vinitius Junior 然后有一个有一个好一点的gokeeper That's it 我也是很同意我觉得哇真的是 你看到好像哦情况不妙哦 你就真的是sub for sub这样子 OKCose跟那个Casimero拿下我们换CamaVinca 我们换一样的东西你们去打就好 对啊因为这场比赛我看的东西就是Ancelotti 基本上没有做到任何的东西 当黄马落后1比0的时候 他可能觉得我们还可以再给他进多一力 不用紧了才他进多一力的话 可能这个比赛才有一点点悬念 然后到2比0 3比0的时候 他才开始哦我不能了我要做一些人也上来调整 我像你讲CamaVinca要上来 我要换上Rodrigo要去进攻了 大部分时间他就是老神在带坐在那里 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哇对啊你是很信任你的球员 没有错可是另外一方面另外一层面来讲的话 我就只能这样讲像是 Dave Lawrence Orkot讲的东西一样 就是一个3man team就是rely on 依靠这种individual brilliance啊 个人的这个技术个人的特色能力啊 就是在战术上来讲的话 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真正意义上的说 哇他是战术性的这个压倒消息 或者说战术性的轮换 导致这场比赛出现的一个不一样的这个结果啊 所以就是有一点类似上一轮在主场对上PSG那样子 所以我就只能讲就是个人球员的突出的能力 还有主场球迷的加持绑住黄马又一次的侥幸的 面临到这个逃脱掉偶冠提早出局的这个命运哦 对我觉得过去可能Ancelotti是真的比较有战术啊 但是可能他的战术这种东西也是比较过时这样子啊 然后一部分感觉上在Averton失败的原因也是这样 因为一开始他们打到很好 是因为他们有那个strongers的那个11 他们的individual全部都很好 可是当一个Luca Dean倒下 一个James Rodriguez Armes Rodriguez倒下 你就开始哦没有这些quality了 你放了其他人远远不及他们 然后你就开始打不出你的足球 所以感觉上近期开始啊 Ancelotti才是那种vibe only的那个教练 过去可能那种圣诞树阵型啊 什么会让人家眼前一亮会觉得哦哇 Ancelotti真的是一个很有战术的这种主帅 但是最近来讲好像有点落伍啊 就是仰赖individual brilliance而已 对啊所以今天就是我们就只能勉强的讲说 这个黄马淘汰掉这个Chelsea 淘汰掉未免冠军 Chelsea最主要东西就是这个 呃个人技术个个人的这个时刻战胜的战术吧 因为今天这一场比赛的话你就真的是看到 哇图克做出了很大胆的这个尝试 然后也是奏效 不过很可惜就是在这个3比0先过后 仅仅5分钟就被Modrich的这个14级的这个助攻给毁掉了 Rodrigo上场过后接获了Modrich的这个很漂亮的穿球 然后直接在进去内把球射入到Chelsea的王 而球门里面就把当球的比分是板到3比1 然后黄马在中比分上面板成4比4啊 Modrich那一个助攻哇 Rodrigo Romano讲应该要放在这个博物馆内 是不是足球是一个艺术 那一个应该是我觉得说最最好最完美的这个诠释啊 那个穿球真的是很漂亮一个脚内侧的flake block 对跟那个Euro的那颗进球很像啊 有一个他在是Euro吗还是World Cup我忘记了 有一个他在进球外也是也是outside the foot 直接这样掉然后直接进龙门 只是这次没有不是射门这次是一个穿球哇真的是很漂亮 老实讲那个来的真是时候 对啊然后当然的话就是要讲到这一个加持赛的这一个决赛球啦 又是VinitiusJr配上Benzima这两个人真是双剑合并啊 VinitiusJr 又是一个很漂亮的那个投球吧 我也是没有什么好讲的啊 来哦OK哇又是另外一个完美的投球完美的一个cross 对啊那一个的话你真的要讲有失误的话 可能就是这个Rudiger在增强投球之前 那个有点小打滑了一下 然后他他在做出反应的时候 你看到Benzima投球那一瞬间他好像有来不及反应了 然后就是有做那种散球的动作 我感觉他那时候就你看那个慢镜头回放 我感觉Rudiger已经知道自己fucked up了 哦完蛋了我已经救不到他我不懂怎么办了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来的很可惜 那一个真的是不小心就一个滑 脚滑这样子然后就miss掉 因为我觉得如果他站着的话感觉上他给Benzima的压力 会多很多而且他也是会比较冲上去跟他去做整挺的动作 哇但是那个真的是非常的不行 非常非常的不行 对啊因为Rudiger这一场比赛其实我老实讲 他踢到是非常的好的虽然讲他在90分钟的比赛里面 有一次是在零尾阶段就是踩点 因为这个停球失误给黄马这一个反接球 可是他自己也是靠着他的努力 他的速度去回墙做这些拼墙的动作 去解决掉这些疑问啊 他唯一一个失误就是Benzima加持赛的这个投球啊 除此之外的话他在后方线上的表现是非常稳健 再加上他刚刚也是有打进一颗进球的虽然讲是极具争议啊 不过就真的是很可惜啊 这一场比赛如果Chelsea给他们反盘成功的话 Rudiger啊Timo Werner啊这些就是这过去这几个赛季 一直被人家诟病的这些球员啊 包括这个Ruben Rothschild啊 会是他们成名之作 就只是讲很可惜差那么一点点就是那么一点点 他们就这样子被这个Ancelotti的黄马踢出去哦 对就是那么一点点哇真的很可惜 对啊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当然也是要往下讲另外一场比赛就是Villa Real 客场对上Bayern Munich这一场比赛好了 Good evening 我们猜对了比赛 没有啦某种程度上我们上一周还在讲说 哇可以期待一下Bayern Munich可以反盘成功 可是并没有如此的这个剧情发生了啦 最后时刻这个出VZ的JS啊 我我个人是非常骄傲啊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讲第一回合的时候 我就讲这一个VR Real 防守上很稳健 然后他们有一些很快的球员像是出VZ啊 那时候我就已经 出VZ 担注嘛 对啊担注嘛 就有提到这两个球员 然后这一场比赛果不其然真的是发生了哦 对 Bayern Munich前场蒙公公不尽哦 我当时候就是放两个荧幕再看 然后再看Cielce这场比赛追到3比0 3比1过后 这样哇 Bayern Munich那里领先1比0 应该是等着Bayern Munich进第二球而已 结果没有想到这一个VZ最后时刻出现到JS啊 怎样子看这一场比赛 对 其实这场比赛 我觉得Bayern Munich可能很紧张吧 他们很多门前的机会全部都没有把握住 然后反而其实VZ的那一颗进球 我不懂 感觉VZ好像notman2打到这样美的 感觉像是 哎脚不小心动到然后就这样弹进去了 他就是纯粹省脚 然后那个球会弹去哪里是那个球自己的造化了 对 就真的是一个剧本哦 你没有什么好讲的 那个进球打到很幸运的进球 但是你一般来讲你也是要去来赞美VLARIO 我觉得VLARIO有给 也是有给到Bayern Munich很 很长假一个tough time这样子 其实在对组Ventus的时候那时候就已经有这样子的感觉了 但是也是很经典的Spanish shit house 有一点小马进的感觉 然后你看他们的数据整整场比赛 两颗打门一颗就是进球 然后另外一颗是off target 虽然讲还有另外一颗是那个offside的那个 是offside吗 是offside的进球吗 嗯 那个Dantema的对 但是哇其实老实讲好像也没有做到什么东西 都是 Bayern Munich自己没有把握好机会的 对啊而且是跨别了16年过后 VLARIO第二次也是俱乐部历史上 围二次第二次晋级到这个 Champions League Semifinal了啦 当时候2006年的时候他们进到semifinal的时候 对手就是阿森纳 然后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 Good evening Una Emery前阿森纳的主帅 带领这一批银巢的这个 气降银巢的水货 打进了Champions League的这一个semifinal 你除了讲是Emery的Master Class 你可能讲哇 这可能在当初在阿森纳错的不是Emery 真的是阿森纳自己本身啊 CS上周就讲说 哇如果这个Emery可以替赢Bayern Munich Emery的话 哇他就是说 他就整命你要不要回答 他就整命你要不要回答 对我记得 对我就记得他讲 我就真的是好像佩服他 真正无体投地什么这样子 哇现在真的是打败了 真的是以2比1的Emery 进到半决赛 哇 你怎样子去看Una Emery 这个主帅呢 为什么他的这一个 那一套战术 是有办法让他成为这种 悲赛的专家 他之前在Europa League 也是打到很好的成绩 是这个Servia成为Emery 最多夺冠次数的 场胜军的 这个最功勋的教练之一 我觉得 以他的战术种来讲 就是一个很好的 对Cup Competition来讲 很好的一个战术 就是你一场就当一场 这样子打 可是如果你在联赛 拉锯战的话 你一直要使用这样子的战术 我个人是觉得不work 你一定会遇到那种实力比你好的球队 或者是已经摸透你战术的球队 这样子 但是对于Cup Competition 你的 我觉得球员的心态也是 一半的这个因素 你知道你要一场一场这样子去打 然后我就OK 我这一场做好了过后 我下一场我进到下一个比赛 我就继续保持着上一场我的那个状态 这样子去打下去就好 而且我觉得Cup Competition 可能他就不用focus这样多东西 联赛我放弃 没有关系 我联赛能打多远就打多远 但是我在Cup这里我反而全力以赴 我个人是觉得这样子 因为他在Servila 这个功勤真的是很高 你完全没有看过一个可以连续三年 多到这个Europa League的一个球队 虽然讲不是Champions League 但是你要想你去得到Europa League 也是很厉害 对啊 他们就是那种欧洲二流联赛的黄马 黄马就是那种欧冠的 就是连续拿三年 然后Servila就是 我们不是黄马 可是我们是第二等级的黄马 我们可以在欧洲二流联赛 也是连续拿了这样多借的 这个Europa League的这个冠权了啦 所以 Emery自己一个人拿了四个啊 是吗 4个 4个还有一个是Villaria 然后 然后 Ropetegui帮助Servila拿下一个 哦 对对对对 那么我们当然还是要去聊聊 之后的这个半决赛的赛事了啦 我们是不是又要回到这个 2000年中初阶段 好像005到这个10年左右 又是这个 西甲碰上英超的这个半决赛对决啊 嗯 以现在的剧本来讲的话 可能就是黄马对上曼城哦 Villaria对上这一个 Liverpool啊 我我只能这样子讲啦 这两场半决赛实力相差的 悬殊都是蛮大的 你要讲的是 曼城 呃跟黄马 我就曼城比黄马高很多 对不对 我老实讲是 是这样子没有 没有错 你看黄马 16强跟8强都是 输了一场比赛 然后赢了一场比赛 然后勉勉强强的竞技 我真的不觉得说 硬硬的挤进去耶 我真的不觉得说 这样子的 运气还可以维持下去多久 你对VJ Brilliance已经是帮你 过了PSG 帮你过了Chelsea 对上又是另外一个 战术天才 Pat Guardiola的曼城的话 嗯 除非Alico Magic爆冷 淘汰掉曼城 不然我是觉得说 可能曼城又是要回到 这个Champions League Final哦 嗯 我我我也是有这样的感觉 但但是不要好像 等下我们又在被打脸啊 我又要讲哦 如果是曼城进的话也是 Easy啊 直接进到决赛 我也是会这样子讲 因为我一直都觉得 黄马应该要drop 应该要dr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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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连续两轮的比赛就是靠着 像你讲的哦 靠着Individual Brilliance 这样子硬硬硬的挤到半决赛哦 我觉得是时候停下来哦 Villar Real呢 讲到这个硬硬的闯进到这个半决赛的话 是不是 哇 对像Liverpool 是要停下来的吗 这里我反而蛮担心的 像真的 Emerry是第一个打败 我在Europa里面打败我们的那个 Liverpool的那时候 一个逆转 然后被那个 Cook 突然间 来一个comeback这样子 所以我这里我蛮担心的老实讲 我之前我是蛮期待就是 Liverpool对Bayern的比赛啊 因为我觉得 Liverpool对Bayern的比赛 会是一个打的 比较open的比赛 但是现在你看 老实来讲也是比较适合Liverpool的节奏啊 对对 你看到Villar Real 你看到又是一个小 小马进这样子 我不是觉得好像讲说 老实讲啊 不是讲说更有信心 因为我看到好像社交媒体上面 都有人讲 哇已经打败掉 Bayern了 哇这样我们下一轮的 对手 如果赢得到Benfica的话 下一轮的对手 应该也是差不多相同level 哇但是我觉得 完全不一样 对 不适合Liverpool的打法 对Bayern的话 会有精彩的比赛 而且打得很open 对Liverpool的这种 direct football来讲 会好很多 哇但是现在 对Villar Real其实 会蛮担心 对啊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 Una Emery的球队 这几年在欧洲 赛场上面成绩 是要比Simonie的 这个Eleco Magic 来得更为稳健的 他们的后方线 这些东西的话 我们这个赛季也是看到很多次啊 Liverpool面对这种 low block的球队的时候 很多时候 反倒是陷入到苦战的 然后这一次的话 你说他们要180分钟里面 两次的零封Liverpool 不大可能 可是搞不好 他们就有足够的 这个反击的机会 在后场 对啊 逃一下 Danjuma 又是Danjuma 又是Chukwizzi啊 Chukwizzi啊 Chukwizzi啊 Jerad Moreno也是 呃 我觉得 不是这么简单的 老实讲 好啦 那我们讲完了 这个Champions League的话 我们还是要回到 这一个 营超赛场上面 那刚刚我们就讲了 这个Una Emery 我们接下来就要讲 他的这个球队 阿什纳了啦 联赛两连败 输给了 Crystal Palace 过后 回到主场 输给了 Graham Porter的 这个Brighton and Hull Albion了啦 怎样只看这一场比赛 Brighton终于赢了啊 对啊 而且非常有趣一点 是这一场比赛是Brighton 11个小时后 第一次在隐潮进球 对 对而且已经连续 也是连续 不懂多少场比赛 输 一直连输嘛 然后这一场终于赢了 终于赢下比赛 哇 这一场比赛我只能讲 我看了 这场比赛我是有看完 10分钟 然后 我觉得把Shaka放在left back 是你可以理解 但是我觉得 Arteta跑回他的那个 4-1-4-1的那个战术 哇 我觉得不行耶 讲真的 Sambi Lokonga 跟这个Mati Odiga 这两个是比较 deep line一点的 这个midfielder啦 我觉得你 大家看回第一颗 Brighton的进球 你就可以很明显看到 你没有一个防中 是多么恐怖的一个事情 完全是给Leandro Trossard 一个 很大的空间去进行打门的 那时候我看到上面有 Mohamed Elneny 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奇怪 如果你真的是 要的话 为什么你不要用 Elneny 虽然讲对啊 他是已经被弃用一阵子了 但是你如果要一个防中的话 你的Shaka已经被拉去打left back 你要一个防中的话 你一定要Elneny 在场上 至少他的这个防守的意思是比较好的 因为我一直觉得 Mati Odiga 你上个星期也讲了嘛 你不要track back更加好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打4-1-4-1 或者是4-2-3-1的double pivot 一定是Odiga 跟另外一个防守型中场 Odiga的防守里面真的是做得不好啊 就好像你讲 为什么不用Elneny 其实基本上就跟他不信任 他 基本上就是一样的这个情况啊 就这一场比赛你讲 你可以说把Jaka丢去left back 这个位置你可以理解的话 其实我是觉得说 他就是Odiga想要尝试做最最少的人员上的这个调整 反倒是这样子 这么小的这么微小的一个改变 反倒是给Arsenna带来很负面的这个影响 像你讲的Sambi这个球员的话 他基本上可以讲是 唯一一个防中在场上 你Jaka都拿去替left back的话 他的这个经验啊 始终是不足够 这是他在英超第一个赛季 对 讲难听一点就是鲁臭味感的一个小屁孩 然后他的中场的搭档你配Odiga的话 防守上你刚刚也是讲了 非常的差劲 这样子的话 你为什么你就不干脆 Sambi配Jaka在中场 组合可能会好过 Sambi一个人在这个防守中场的这个位置 所以就是变成说 他把Jaka一拉去到left back 就是间接造成了说 这一个中场只剩下Sambi一个 比较算是防守中场类型的球员可以用 当你进攻的时候变成 4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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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 整个中后场一被打Counter 他就只有3B一个人在中场的话 他扛不住这个中场的这个工作 导致说阿神纳后方受到压力 阿神纳后方受到压力 中场没有办法控制球权 没有办法转换成前场的这个进攻 没有办法做公手的转换 那间接的就导致说 前场主赛中场后不住球 后方高高尾 所以这场比赛就这样数掉 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这一个调整 纸面上来讲 你觉得说是合合逻辑 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小的调整 造成了很多不良的这个效果 就很像那一个骨牌一样啦 就是一不错不不错 就是倒下去过后骨牌效应全部倒到完 其实我要made the point就是讲 你至少你要放一个来 存防种在你的中场就好 如果你真的硬硬要把Shaka丢去left back的话 OK啊你就start一个Elneny在上面 你如果不start3B的话 你startElneny配上Oligal 我都觉得比你单单start3B好 就像你刚才讲啊 就太年轻了 而且我一直都觉得3B的role 更加像是一个deep line playmaker 比起一个like真正的defensive的这种midfielder 我感觉上还有一点poke bar这样子啦 就是你可以算是防种 但是你的进攻意识还是强过你的防守意识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我就觉得不理解 为什么你有Elneny你不用 我们都很明显的知道 你就是不trustTavares了 已经很多人都已经预测到你的Shaka就是会放在left back OK啦 但是你为了你的中场的这个保障 哇你还敢敢去start3B跟Oligal 两个都不是特别 在防守上都不是特别好的两个防种球员去打你的防种 我就只能讲还是回到那个Tavares上面啦 就是信心已经完全被击垮了 然后这场比赛你甚至直接不让他上场 然后我们就看到Oligal放到这个比较deep line in的position的话 也也不是说特别的奏效 然后Smith Roll的话 我还是那样子讲啦 我觉得这个赛季他确实是所有的进球数据都是比起过往在隐潮有所提示啦 不过这这一点老实讲也不难啦 毕竟这个上个赛季才是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有比较稳定上场时间的机会 这个赛季算是他开始证明自己站稳脚步的这个赛季 所以他数据上会打得比较好一点点 可是老实讲我还是觉得说Smith Roll有一点点担心说他的这个未来的定位 他到底是一个攻击中场还是一个left wing 就是我觉得说他在这个位置上面做出太多次的轮换了 Saka之前也是这样子 你在想说他是一个wingback还是一个left winger还是一个right winger 现在来讲的话至少Saka的位置是比较稳定下来了的 可是Smith Roll目前来讲的话 感觉上他就是这一个Martinelli或者说Oldegaard的这个替补啊 当全员健康的时候 所以这一场比赛来讲的话Smith Roll的表现也是 我这也是打上一个担有的啦 我觉得我想到一个扭曲的事情 我们在我们两个人在做那个team of the season half season的时候半季的时候 我们两个人都好像有硬硬的试图想要把 因为我们都觉得他的表现很好 可是突然间就当时候Arteta找到他的4231的最佳10亿人的时候 发现是Oldegaard在攻击中场 left winger是Martinelli 从那时候开始 不是Oldegaard Smith Roll就完全再也没有首发的机会了 我觉得有一点可惜啦 但是你也能理解啦 因为那个是你的最强的11人 每个元素好像比如说他要Martinelli的那种盘带啊 还有他的速度啊去进拱那个flanks啊这样子啊 然后可能Oldegaard不管怎样讲 传球的质量就比Smith Roll来的好 这样你最后也没有办法哦 你只能坐在bench上面哦 上半赛季是真的打得很好 可是下半赛季跟你一样哦 就是打上一个问号 就有点担忧他在球队未来的这个定位啊 对啊既然我们讲到Martinelli的话 我们要不要聊聊Martinelli上半场那一个进球吧 因为我们之前在群组里面都是在觉得说 这个进球应该是要给的吧 对我是觉得要给啦 我觉得他们zoom in到这样已经 又是那句老话啦 我看了这样久 我一定要like disallow 或者是什么这样子的感觉 已经zoom in到这样子去看了 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啊讲真的 对啊就是确实啦 最最终可能你做的决定 确实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确实是offside 可是问题就是 VAR你们就一直讲说 是clear and obvious 你们zoom到这样子 这样不同的角度 然后你们看了5分钟 你们看了5分钟 还不能够做一个正确的判法说 这个到底是不是offside 还是不是offside的话 这个时候还是clear and obvious 是吗 所以硬超VR 硬超的VR是要是要干嘛 每一颗进球都是要检查到几次吗 还是说真的就是秉持着VR 之前的这个种子 clear and obvious 才去做检查 我相信如果这个没有VR的话 老实讲应该也不会太多人去讲说 哇这个是offside还是什么吧 对不会不会 我觉得给给进球是没有问题的 不会有人这个不会有太多争议性 反而是这一颗进球没有给 争议性反而会更加大 就讲哇你真的要zoom in到这种 提毛月位这种 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在讲的咯 对啊就是讲 讲说哇我就是要做到很细 我就是看了这样子 我就是一直要找一个原因 告诉大家说 这个球是月位 然后我一定要去证明说 justify说 我看了这么久 我看了5分钟过后 是有道理的 是这个球确实是月位 而不是说我看了5分钟过后 不好意思这个球是成立的 然后我们真的是确实浪费了大家的时间 就真的会让人觉得有这一种的 这一种阴谋论的感觉啊 对对 那那么这一场比赛 阿森纳输球过后 也是遭遇到了联赛 这一个两年败过后 这个Top4是不是真的就是结束了 这个主导权现在就是交到了TOPLEN的手上 因为TOPLEN在阿森纳输球过后 销后比赛里面就是4比0很少的 这一个Steven Gerard 那场比赛来讲的话 其实VILLA也没有打到很差 我就是讲 VILLA打到很好耶 其实老实讲VILLA打到很好 开赛 初阶段SONG HUOMING的进球是 这一场比赛很大很大的这一个 转折点的 当时候TOPLEN早早球1比0领先 有事过后VILLA是尝试 去跟这个TOPLEN打对攻的 可是就是 始终是欠权门前的这一个总结能力 结果下半场就看到哇 第二球第三球第四球这样子 顺利成长的打了打了进去 数据上来讲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VILLA跟这个TOPLEN 这一场比赛其实是非常的焦灼 可是门前把握能力 是这一场比赛最大最大的分水灵 就这一场比赛过后 是不是代表说前四 真的是TOPLEN的这个囊中物了 还是说阿森纳还有机会的 毕竟还有一场North London TOPLEN还是要对上这个Liverpool的 我觉得现在老师来讲 TOP4第四名应该是TOPLEN的 而且你可能还会去想 哇不懂TOPLEN可以不可以超越 哪第三 以现在目前的状态这种情况来讲 因为我觉得阿森纳在输给Palace之前 其实大部分的球迷都是很 怎样讲呢都是很期待North London 都是很期待哇这个阿森纳对上TOPLEN 会插出什么火花 可是以现在最近的这种情况来讲的话 哇感觉上阿森纳对到TOPLEN 也是凶多吉少 对啊因为阿森纳在对上TOPLEN之前 还要先对上Chelsea跟Manchester United 是不容易 然后我就觉得哇你接下来看赛程的话 其实TOPLEN的赛程比阿森纳的简单很多 所以我觉得哇这样子的话阿森纳 虽然讲啊如果你赛季结束了过后 你跟阿森纳的球迷讲 你们这个赛季拍在第五或者是第六 这样子阿森纳的球迷一定跟你讲OK的 完全一定假如说哦没有问题啊 但是the fact that他们在 还是会难免有一点失望吧 就是那么好的这个前景还是浪费掉 他们还是很多人还是会回到东窗 没有去补墙反而是自己自断手臂放走 OBAMIAN在这种情况毕竟 LAKAZ过去28场营潮比赛 只打进了两颗运动战的金球 其他的这一个26场比赛 基本上是全部都是没有办法 在运动战上取得金球的 现在来讲 Tierney又是赛季爆销 Party很有可能也是面临着 赛季爆销的可能性的话 很多阿森纳的群人就讲说 这个东西我们都是预见到了 Tierney的这个伤病危机 跟Party的这种玻璃的体质 不是说这个赛季才发生 上个赛季已经发生了的 你们没有针对这一点去做解决 你反倒是把可以去替这种 left back right back这种选项 Cullen Chambers这些放走 然后前锋线上你放走了 阿森纳的前锋线上过去几个赛季 唯一可以单季打进 接近20颗进球的 这一个OBAMIAN留下了LAKAZ 然后你可以 可以讲中场来讲的话 东窗应该也是要补枪 也是没有补枪 很多人就是觉得说 STM那些走啊 对啊 你看中的是这一个 OBAMIAN的link outplay 可是当阿森纳没有办法进球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哇 这样LAKAZ在场上 也没有太大的作用 虽然这样Edit & Catia 在隐朝这个赛季 还是零进球零助攻 可是至少他在场上 给人家看到这种威胁感 射门威胁感 很多人就觉得说 比LAKAZ来得太好太多了 因为LAKAZ过去四场比赛 好像都是没有一脚射门的 都是比较drop back去组织 但是回到刚才你讲的 我觉得是 因为可能 赛季 当赛季在进行的时候 阿森纳慢慢就给球迷 多一点希望嘛 就觉得 你其实真的是很有这个机会 去冲击这个前世 所以可能 球迷当然是会有点失望 如果在第五第六 但是如果你在赛季出的时候 你跟他们讲 本赛季你会排在第五名 或者第六名 我认为阿森纳球迷是觉得OK的 因为他们 最重要只是想要回到Europe 现在这个是目前他们 这一个 这一次的这个小目标这样子 但是对 像你讲我也是同意 你到了东窗 这种球迷都可以预见到的东西 球队没有去做 难免来讲 对他们来讲会有点失望 但是 如果你讲 这个赛季 就是这个赛季真的是让人家看到 阿森纳未来 是有希望的咯 只可以这样讲 至少比前几个赛季来讲 你都会看到 这个赛季 是比较打到比较好的 可是这个时候就是有那一个阴谋论就出来了咯 之前很多人 就是这一周 我在阿森纳的这个很多不同的粉丝频道上面 也是听到一个 其实是蛮有道理的 就是想说 哇 你可以讲哇 这个赛季阿森纳进步了 可是是没有EUR的前提底下 拿到第五名 可能第五名第六名 可能从第八名是升上去 是有进步的 可是再回看曼联的 Social的话 从 刚接任 半途接任 第六名第五名 然后进 进步到第三名 然后进步到第二名 每个人也是觉得说 这个赛季 曼联要从一波好的 结果曼联还是垮台啊 同样的这个东西放在阿森纳身上 你可能讲 阿森纳战术上 可能比Social更 更为成熟一点 更为多样化一点 阿森纳曾经帮阿森纳拿下一个 组装杯冠军 可是没有guarantee说 这一个process走下去 就是会成功的 嗯 我们现在都讲了 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些东西都是 赛季中途东窗的时候 很多球迷就已经预见到 阿森纳伤病危机 阿森纳缺乏这个板凳的厚度 缺乏一个会进球的前锋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大家预见到 可是阿森纳没有针对这一些 去做这一个对阵下药 他反倒就是觉得说 我们前几周一直在引球的时候 你们没有人会讲 为什么没有买钱还是什么 当我们一出去的时候 你们才会讲说 为什么你们放走欧巴米亚 然后没有针一个代铁权进来 我还是老是觉得说 阿森纳战术上是有料的 我知道说他要做的改革 然后他坚持的这个更一式的气氛 要营造新的气氛 新的文化 可是 还是难免可以看得出说 他有一点太过急于去做到 真正意义上改革 然后你反而会看到他不成熟的地方 有时候会太急于证明自己的感觉 他给我一种这样子的感觉 有点太冲动了有时候 就好像我们都有讲 你其实把奥巴米亚这样子的圈 你把它放走 对于你的club的structure来讲是很好的 你的wage structure 突然间减了很多这个薪值 是一个好事 但是可能是他的作风吧 他的 他做的那个 就直接就是ok 我就要block掉你 你要走就马上走掉 那种感觉可能就 有时会看到他有点不成熟 像你讲的 对啊 其实像你讲的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你要放走奥巴米亚的话 是可以放走 这个问题就是你放走他过后 你的replacement呢 你的替代评呢 你的计划是什么 可能就是要证明吗 我没有奥巴米亚 我这个球队还可以走下去 我不要 我不要一个尖锋 就是一个很固执的教练 不过刚刚我们就讲到 这一个假希望这里 刚刚我们就稍微提到慢连 我们还是要回到慢连这一场比赛 客厂一笔零书给了Fraig Lampa的Everton 哇 这一个是不是真的是 银巢历史上面最差的慢连 不讲球员个人的能力 讲一个团队来讲的话 从 你怎样去看这一支慢连 他们会不会打破一三一四赛季的这个 新低纪录 当时候来讲是David Moyes的球队 第七名完赛 然后64分的这个分数 你觉得慢连就没有办法打破 ok 照理来讲 像你刚才讲的球员来讲的话 你这一个赛季的球员能力肯定是比以往来的更加好 但是我ok 因为我看到很多球迷 其实也是有讲 哇这些慢连的球连根本都 这些慢连的球员在这场比赛根本都不care 完全没有动力 可是我看比赛的时候 我觉得还好啊 这场比赛比起其他的比赛来讲 我觉得慢连至少还是有一点点平静 我觉得部分的球员啊 部分的球员你是看到他们有想要去做一些事情 想要帮助球队赢啊 但是好像比如说有一些球员比如说Pogba 我是觉得Pogba好像很懒散 讲真的这场比赛 然后我 有时候我也是觉得有一点feel bad for这些 like好像比如说Meguyer那个incident 我觉得对他来讲我很feel bad 我觉得他不应该被取消 这样子完全就不是他的错 然后好像你们现在中场 也是完全已经没有人了 你fred受伤了 够换下去 有些球迷可能就会讲 这么会换上Pogba 为什么打到这样进攻什么 可是你要转身看一下你的button 你已经完全没有人可以用了 我不知道曼联现在这个球队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啊 但是至少本场比赛 你可能可以看到有几位球员是真的有心想要帮曼联踢球 这个可能是你可以take the positive 而且最近来讲 Eric Tang Haak这个东西好像已经是确定了 可能又在给你们一个曼联球迷一些希望 下个赛季又是重建的开始 不敢讲啊 这个东西 我之前已经讲过很多次 我自己身为曼联的球迷 我都没有可以拍胸口 我讲哇你来曼联 哪个球员你来曼联 还是哪个教练你来曼联 我只是觉得 但是 但是这场比赛啊 可以看得出的就是 像你 我有看你的那个赛前前展 你就讲这场比赛就两个字动力 这场比赛就很明显的看到 Everton的球员的动力 是很明显比曼联来的大 这个是可以这样讲 我不觉得曼联的球员有多少 球员是好像有放弃的心态 但是我可以看到的是 Everton的球员的动力 比曼联来的大 因为最主要的问题就是 过去两场比赛对 Lester对Everton 其实我最没有办法 接受现在啊 这一场对Everton的话 那个 deflection 你不能多讲什么 可是都是他们的 first shot on target 就进球了 所以我就是觉得说 哇 你前面二十多分钟 其实你牵制到Everton 很好 Everton前面二十五分钟来讲的话 把Rashford两个进球机会 都被Pickford deny掉 然后Everton一个机会 第一个进攻 然后就给他们打进了 然后你整场比赛 你就没有太多的想法 我赛后改也是有讲啊 到最后的时候 你甚至要靠 Matic Pogba 跟Mata 才能够凑齐一个 曼联的中场 这三个球员下个上去 可能都不会再曼联了 对 所以你要怎样子讲 Tank他进来这个东西 会良好的改变 会做出改变 我并不觉得这个东西 会改变多少 就是 球迷要TankHard 曼联高神请了TankHard 那么球迷愿不愿意 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给TankHard实际 而不是说TankHard一进来过后 我们expect他马上打出成绩 下个赛季我都是觉得说 曼联 下个赛季要去抢Top4 都有一点勉强啊 可是那个是下个赛季 的事情啊 我们这里还是要去问一下 Ashley说 你觉得 这一支曼联会不会打破 1314赛季的那一个 新低的分数 你讲创新低啊 对 哇 曼联接下来的 的赛程会不会很 因为我只要打Liverpool 哦 OK 哇 我老实讲啊 Oh my god 在对Aleco Magic 两回合之前的这一个 银巢的联赛上面 我就大概有做 在96A所网做了一个影片去讲 曼联接下来魔鬼赛生了啦 当时候我去讲说 我这样子看赛程下来的话 我估计曼联的分数 不会超过67分 而且 当时候我的想法是 曼联是有办法拿下 Lester跟 Everton 我当时想的东西就是 Lester要分行打 这一个 Conference League 那个是他们唯一一个可以去拿 下个赛季Europe的这个途径 他们会分行打 Conference League 曼联有机会可以赢下 而且曼联是主场作战 然后再考虑到 Wadford当时还没有打 然后 Everton这一场 我是觉得说 Relegation球队曼联一定要抢 POP4王一定要拿下 结果 Wadford draw0比0 Lester draw1比1 这一场比较输一个1比0 哇 这样我觉得会创新低耶 以现在这样讲啊 我看不到曼联去 打赢 乔西里沃普跟阿森那 我认真的讲 我看不到 阿森那可能可以 因为阿森那现在 Injury Crisis这些东西 哇 但是对乔西跟 更惨的是 Norwich才刚刚替赢本利 现在士气又来了 会不会再 这一个 Old Trafford Dean Smith又再来一次 My God 哇 这样子真的很糟糕耶 这样子我感觉上会创新低耶 排名上我是觉得说 Mani应该不至于会 Drop到第8名啊 因为现在 Wi有可能会超过Mani 就是现在第8名的 Wi有可能排名上 对 会扯平 第7名最差的成绩 可是分数上来讲 我是觉得说 很大可能性 Mani这个赛季会创下 新低的啦 嗯 对我同意 我觉得会创新低 哈哈哈 那么这一场比赛 还是要问看这个 Ashley啊 从这个 利物浦粉丝 求你的角度来讲话 Mani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要怎样子去做改变 我自己觉得喔 Racklink 感觉上已经 已经有点放弃了 我不知道 这一番言论 讲的是对不对 但是我感觉上 Racklink感觉上 那好像已经 OK啦 我到时候我做那个两年的顾问 你们现在要你们要怎样替 是你们自己的事情啊 Just go 替 我排好我的阵容 我跟你们讲好 我要怎样替 你们中间有什么事情发生 都不关我的事情 去 Have fun 这样子就好喔 我感觉这次漫人已经完完全全 可能又是像你讲的动力 已经没有了 这个赛季已经over了 我们要做什么 就做什么 如果 好像比如说这场比赛 Marcus Rashford的表现 有一点比较好 而且我觉得Marcus Rashford也是比较想要去拼的球员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怎样讲 不要想要对得起他自己 或者是要给球迷一个交代 所以他有一个理由 去替 然后可是可能其他的球员 就觉得 It's ok 我今年在曼联最后一个赛季 我的contract都要完了 我要走喔 我就走喔 对我来讲 曼联跟我的 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已经快要结束了 我就自己去替我自己开心就好 ok啦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两个话题 都是跟Manchester City跟Liverpool扯不开关系 第一个要聊的就是 这一个 榜首大战 Ciel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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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知道了 Fabino直接举手 他直接讲sorry 那个他已经知道 OK我现在我要stop这个play 我就是要去fault 这个是一个tactical foul 所以如果那个真的当时候 被红牌发下的话 我是没有意见的 但是Tiago那个 Tiago在tackle之前 他是被Rogerick推倒的 所以我不觉得 而且那个fault过后 其实是催 Manchester City的犯鬼 是Liverpool开球 所以我不觉得那个是一个红牌 因为你已经被Rogerick推倒了 你不可能是讲说 这个是Tiago的红牌 OK那么我们去聊聊说 这一个Liverpool这一场 中场的表现吧 我老实讲 上半场我看Liverpool中场表现 过后我只是觉得 哇我看不下眼 我一直在想说 为什么你就不start Fabino 如果Fabino drop下来的话 搞不好这个中场 不会是踢到那么的糟糕 你怎样去看待Liverpool 这一场中场的表现 我同意你讲 这个你看到中场 被overrun到这样子 你就会觉得 哇为什么你不要startFabino 如果有Fabino的话 这一场就是四打三的局面了 你的中场完全不会这么紧张 而且我觉得这场比赛 其实主要啦 我觉得主要是Guardiola的战术 很好的去 他很好的布阵在这个中间场的死压 我觉得Fabino 每一次一拿球了过后 他没有像平时这样 有很多的时间去进行传球的这种选择的这种思考 他一拿球的时候 就是被一群球员涌上来 所以他就一直有传球失误的 这个东西存在 我觉得真的是要给Guardiola的战术 一个大大的战 我觉得完全没有办法讲 而且Fabino没有start 好像是因为他没有100%fit 因为之前 星期四的那个training的那个照片里面 其实是没有Fabino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Club没有想要冒险啦 因为毕竟你还有另外一个 你还要打Champions League 你还要打FA Cup 所以这样比赛就暂时先收Fabino起来哦 对啊 Tiago跟这个Handerson的话 你怎样仔细评论下他们的表现 因为我老实讲 上半场我看到更多就是 像你讲的Fabino一拿球 然后Kevin De Bruyne Bernardo Silva 就马上press上去给压力 然后导致说他一直出现失误 然后Handerson上半场你可能还会想说 哇回方上面他有事做到比较急 可是前场进攻上面来讲的话 嗯不不足够 然后甚至说这一个Tiago 我老实讲啊 整个上半场我是没有看到他的 我甚至有一度怀疑说 Tiago今天是有出现在 手法名单上吗 虽然讲很多人上半场 更多注意的会是沙拉的表现 可是我反倒是觉得说 你中场被overrun到这样的时候 你真的会不仅去怀疑说 这三个中场的拳在干嘛 嗯 嗯我同意我觉得Tiago 上半场的表现我觉得比较多是因为 Robertson那边被压到 这样讲被Gabrie Jesus的那个 这样讲 running behind那边 限制到很好 所以变成Tiago在上半场 感觉上一直要去drop去 去cover Robertson的那一个side 所以我觉得上半场来讲 Tiago是真的是完全隐形的 然后Handerson 我觉得哇赛后的时候 我在Twitter上面 我看到很多人都在骂Handerson 但是我觉得Handerson这场比赛 没有做错多少东西啊 他还是有传到很好 我觉得他的防守上面 也是有很积极 他进攻上面还是有去尝试的 我是不太理解 对 我不知道为什么Handerson 打到这样多head啦 老实讲 不过老实讲这一场比赛来讲的话 其实Liverpool这样子的表现 是不是可以预见 因为之前我们都在讲说 Liverpool过去几场 都没有打到特别好 可是他们的这一个 heart and desire 都是可以帮他们最总是 拿下足够 拿下足够的这个分数 拿下胜利了 是足够绑住他们去弥补一些 可能不稳定的这个状态 所以这场比赛 Liverpool 踢成这样子的这个表现 其实某种从中 是不是也是可以预见的 我会讲 我 我自己 我不觉得 Liverpool的表现有多么的糟糕啦 我认真讲 因为我觉得我们对上慢城 这个就是你可以expect到的一个事情 慢城一定会空球空到很多 然后 Guardiola的话 他一定会想办法用一个战术去打破你的 然后好像比如说 这一场比赛 最多人讲的就是Guardiola这个长船啊 run in behind的战术做得非常好 但是老实讲啊 两颗进球里面都不是因为这样子而造成的 所以我不觉得Liverpool有多么的糟糕 对 没有错 Joel Cancelo啊 Carl Walker啊 Sterling Jesus 还有这个 Folden 都有run in behind 都有成功打破我们的这个offside trap 但是最终的结果 我们还是成功守住啊 那些打门啊 我们还是成功去守住这个2比2 所以我个人觉得 可以算是有expect到 但是我不觉得Liverpool的表现有多么的糟糕 所以这一场比较提的过后 你觉得说哪一方是比较满意啊 是City吗 因为毕竟他们现在这一场比赛过后 还是排留在这个银潮的榜首 还是Liverpool可以两次落后两次半平 我觉得对City fans来讲 我觉得对两边的Fans来讲啊 都是这样讲啊 OK啦 可以接受这个成绩 但是都不满意 As City fans的话 你就觉得哇 我们其实有这么多机会 但是我们没有把握住 所以我们没有赢下这样比赛 没有办法把差距拉到4分 Liverpool这边呢 就会觉得讲说 我们平时的表现都是会打到比较好的 为什么这一场表现打到这样糟糕 可是我要讲的是 我们现在最好的东西是 我们至少还是保持着那个1分 我是觉得还好 接下来还有7场比赛要打 我们就看那7场打到怎样哦 就只可以做好自己啊 Liverpool这也就只能做好自己啊 我是觉得其实这个成绩2比2 也算是我在赛前的时候预测到了啦 我也是觉得这场比赛是一个平局的 很难会分出一个胜负 对啦 我这里个人理想就是觉得说 哇 对于City来讲的话始终是 感觉上是2分掉走 因为两次领先 两次都没有办法把握住 然后两次都是很低级数的 尤其是第二球下半场开赛不到1分钟 你就被Liverpool打净了 Peg Guardiola当时候回放镜头给到他的就是 整个人弹作在那一个交流期间就想说 哇 我讲了15分钟的Tintalk白讲了好的 你们一上场不到1分钟就给Liverpool打净 我的那一个中场的这个 会谈这些东西全部白讲了 全部白废掉 根本没有听进去 然后当时候来讲Liverpool在下半场 开赛出阶段5到15分钟的时候 其实是比较更像是会进球那一方 可是随着比赛的神路的话 Manchel City的球员开始慢慢醒过了 所以基本上这样子来讲的话 上半场Liverpool没有 没有在替比赛 或者说人在心不在心不在眼 下半场轮到Manchel City出现这样子的毛病 其实平局也是算是非常公平的成绩 不过对于我来讲 就是City像我讲的 可能是更像是2分就这样子丢失掉 Liverpool这些话 感觉像就是抢回硬生生抢回1分的感觉 所以只要问我说勉强来讲 这场平局的话 可能是Liverpool反而是比较高兴的那一方 然后当然的话我们接下来就是要讲 这一个周末 又是Manchel City对上Liverpool 不过是在FA Cup的Semi-Final了啦 这一场比赛的话 是不是最后一个机会的双方 最后一个机会去捣乱一下 各自对方的这个士气啊 毕竟他们下一次交逢可能要等到这个赛季的 这个偶冠军在上面才有可能会再次交逢 不然的话 你讲英超的这个冠军争夺战的话 这个是他们最后一次正面交逢机会 最后一次是通过自己赢比赛去影响对方的歧视了 这一场比赛你怎样去看啊 Liverpool会不会是说 哇我们还是要拿下Manchel City 还是这一场比赛 你觉得City要赢的这一个压力 会比Liverpool更大一些啊 哇老实讲我觉得这场比赛哦 我觉得双方都还是会派出他们的首选 但是我感觉上 我不知道我觉得两个球队啊 其实对于这场比赛的这个 都不会看到这么重 我感觉Manchel City会更想要赢 赢下Premier League跟Champions League 相同的东西放在Liverpool的身上 我也觉得Liverpool会更想要去冲 Premier League 然后在Champions League的时候 看能不能去冲到这个决赛 因为现在如果我们赢了Banfica的话 我们下一场比赛就是对Vilario 所以我觉得Liverpool这里会更加多 把这个形式放在这个Champions League上面 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有点难讲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想听一下你的看法 这一场比赛的话 我就是有分为两个点啊 如果Liverpool输的话 对于他们影响是什么 如果慢成输的话对他们影响是什么 我这里的看法基本上是跟你一样的 如果Liverpool输掉这场比赛的话 对于他们影响力可能是相对慢成来讲的话 是比较少的 因为你前几周也是讲啊 不只是你在这个IG上面问的Liverpool粉丝 他们给的回答都是一样的 基本上对于本土的北赛没有太大的期望 所以如果这一场比赛他们输掉的话 我是觉得说Liverpool会感到失望没有错 因为毕竟是拿4冠王的机会不见掉 或者说拿下一个真正的3冠王的机会没有掉了 可是他们应该很快就会反弹回来 他们想要的他们的这个终极目标始终 还是影响是我觉得啦 影响第一个欧冠可能是第二个 对然后对于慢成来讲的话 如果这场比赛他们输掉的话 我觉得对于他们的影响力会是更大的 因为不只是哇我们输给Liverpool 然后我们少掉了一个拿这个3冠王的机会 组总被输掉了然后同时间来讲的话 Liverpool在这个正面交方上面拿到了气势 可能这股气势可以帮助Liverpool赢下 这个赛季与一下的比赛 相对慢成绩的话反倒可能会怀疑说 哇我们输给了Liverpool 我们Semi-Final可能对上 这一个Real Magic 不是一个好打比较 虽然Real Magic实际上 这几年真的是不怎么样 可是始终还是Real Magic 始终还是欧冠上面多冠次数很多的 这一个多冠次数最多的球队 然后再看一看联赛几分 马上我们只有一分 我们真的不能再做任何的这个这个闪失了 我觉得这场比赛如果Match City输掉的话 对于他们的心理素质上的这个影响 可能会远比Liverpool输掉更为的这个大啦 所以我是觉得说这场比赛相对来讲的话 Match City反倒是输不起的那一方 对我同意 我也是觉得你刚才讲的是对的 Liverpool这里的话 婴潮一定是第一 我觉得婴潮都是放priority 第二才是偶冠 然后才到来FA Cup 然后Carabao Cup 本土其实没有什么 expectation 但是对于City来讲 我个人感觉啦 他们可能会觉得 It's ok Premier League我们现在是榜首 我们要真正从 Pep真正要拿的是Champions League 所以我觉得他们会 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他们来讲 可能就是没有很重要 但是我也很同意你讲 如果这场输给Liverpool 他们会觉得Oh shit 我们输给Liverpool 我们现在可能不是比较强的那个队 因为现在最大的debate就是 best team in the world 到底是Liverpool 还是Manchester City 我蛮同意你讲的 如果他们输掉的话 他们可能心理素质上 会觉得Oh 我们现在输啊Liverpool 我们不是世界上最强的球队 还是什么这种感觉啊 是自我怀疑的那种心理作用了 对 对 那么在这一场的话我觉得说 另外一大很大的看点就是说 Klopp会不会去针对Liverpool的中场 做出一些软件上的调整啊 像是说可能会把Faminio 找回到这个首发11人的这个阵容里面 毕竟上一场对上Manchester City 在Etihad比赛里面 我们刚才就已经讲到Liverpool的中场 不及格啊上半场的表现 你觉得这场比赛Klopp 会不会对阵下腰啊 还是说还是会派出大致上想同的首发11人 呃我不觉得 我觉得可能这场比赛好像Faminio啊 会回到首发名单 然后我也觉得可能好像Nabi Keita 可能也是会出现在首发名单 把这个比赛打的怎样啊 因为我个人觉得Benfica比赛 反而才是应该是会看到Faminio啊 Nabi Keita这样子 但是我也不排除讲说你在FA Cup的时候 又再看到他们 因为上一次其实我们对Benfica的时候 Klopp就已经有开始给这些 比较二线的这种球员去上场了 然后这场比赛我觉得应该也是会这样子啊 可能流利 你真正的流利去打曼城跟曼联哦 但是对于这场比赛的话 我觉得还是会有机会看到二线球员啊 但是对曼联的话肯定又是Full Strength的 就是要又是4比0 5比0很上班你就对了 没有这一场比赛 你的这个最总的比分预测是什么 你讲FA Cup啊 对 我讲I don't care 会不会太骄傲 而且当而且这个星期六 是我们这里的那个Easter Break 我我我可能连这场比赛我都不会看 我可能会出去玩 你还是要讲一个啊讲一个比分啊 你偶尔讲一下Liverpool赢啊 看你会不会做成那一个哪一个 如果我硬要预测的话 硬要预测的话我就预测Liverpool赢3比1 好啦那就是这就是今天的这一个 可以可以 好啦那就是这就是今天的这个战国论诸的Podcast 在结束之前的话也给NBT主张一下 宣传一下他自己的这个YouTube频道 那如果你们想要看到对垒曼城的这个 赛后观感的话 以一个六普球迷的角度的话啦 就去找一下我啦 就是ABT主谈啦 然后主要就是会cover隐潮的一些赛事啦 所以下一次的这个影片就是对这个 曼联的这个赛前看点啦 我们到时候再见啦各位 先这样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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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